终于走到这一步 中国海警船掀开炮衣 敦促菲律宾拖走坐摊军舰 震慑背后的美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终于走到这一步 中国海警船掀开炮衣 敦促菲律宾拖走坐摊军舰 今年以来 菲律宾不断主动绑上美国的战车 并加大了和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的海上联合执法的合作 他们还计划在南海联合巡航 在这种背景下 国内对中国新海警法的实施尤为关注 此前一直盛传中国要求菲律宾限期拖走仁爱礁那艘坐摊军舰 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但这次终于来了 在8月5日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爆发了今年为止最严重的海上冲突 当天上午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试图突破中国封锁和拦截 为仁爱礁座谈的登陆舰运送补给 中国海警保持克制 多次警告无效之后 用高压水枪向飞防海警船开水炮 强制航路管制 菲律宾多次无视警告还要冲闯 明显是想要来闹事的 估计就是为了让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执法提供借口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武装部队和武装受害者声称中国海警对非方仁爱礁座谈军舰 运送轮换人员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拦阻并使用水炮攻击 违法了国际法 事实呢 在1999年 菲律宾趁机派军舰坐谈仁爱礁 试图达到事实上的占领的目的 中国多次提出交涉 非方也承认会脱走 但是24年过去了 这艘船还在 并且持续进行维修加固 中国处于人道主义允许非方运送生活必需品 但菲律宾却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建 要是运送补给物资 我们是允许的 但这次菲律宾也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 嘴上说是运送粮食物资 但其实运送的是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 这样就理解了中国这次为什么反应如此之大 从非方公布的视频来看 非方海警船准备强行闯入时 中国海警船5305号直接横在了非方舰船前面 距离目测只有十几米 两方舰船力量对比相差尤为宣出 该舰装备了一门76毫米的舰炮 和两门30毫米的730速射炮 视频中能看到中国海警船 舰手炮仪都掀了 体型和力量的压迫感拉满 之前通过的新海警法规定 海警船在必要的时候有开火权利 事后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回应 并敦促菲律宾脱走舵参军舰 恢复仁爱礁原状 菲律宾想要借机引入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的海上执法力量 借入南海 我们就用这种行动回应他们 是在警告菲律宾 也是在警告背后美国 谁来都不管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菲律宾和之前的态度还是改变了很多 在2013年的时候 菲律宾对类似的事件的表态是 宣称要和中国战到最后一个士兵 但这次的回应是 呼吁中方谨慎从事 负责任行动避免误判 这就验证了一句话 真理永远在大炮射程之内 有时候并不是你国家弱就有理 对这种畏威不畏德的国家用不着客气 海警已经发生了 再不听话 就是海军上场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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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